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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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有沒有問題想問,需要問的? 我有一條問題,澄清上次講到 心病與神的懲罰的關係 首先傳統上,這條問題是很好的問題 傳統上很多時候人認為人會病是因為上帝的懲罰 或者是因為人自己犯了甚麼罪,得罪了神靈 然後導致他們會有病的發生 這種觀念其實不只是猶太人才有 這種觀念其實是普及的世界的人對於病和宗教之間的關係 都是用這種詮釋的方法 但在聖經中,如果大家記得耶穌曾經遇過不少的人 譬如有一個例子在約翰福音 說到他生來已經是核眼的人 有些人普遍的回應就是,好像剛才你所提到的 他們對病的存在是為甚麼會出現在這個人的身上呢? 是否他父母犯了罪,還是他自己犯了罪 就會有這種情況呢? 其實用一個簡單的說法就是,他生來已經是核眼 按照理不應該是他有做過甚麼壞事才導致到 於是在宗教層面上有不少的人去詮釋 就是說,其實他的罪不是在他出生才定的 其實他老祖已經有種罪 譬如天主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所謂原罪的問題 但是其實這種觀念是否成立呢? 我們要去看的就是有幾個層次 首先,上帝有沒有用病去懲罰人呢? 是有的,是有的 最典型例子的就是約西亞這個王 他在他自己一生的裏面其實他不是立壞去 就是他在管治上面,其實他作的事是對的 就是合上帝的心意 但是當他自己轉移到他開始變得驕傲的情況的時候 上帝就會使到他有麻蜂病 這種情況可以說是上帝對一個人的 或者他的罪的一種境界 但是另一個層面的就是 其實上帝也都同時間用一些病 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 是要成立他本身的美意 譬如耶穌說到剛才那個生來核眼的人 當眾人在那裡批評,當然是他父母犯了罪了 所以使到他生來核眼,或者他自己有罪生來核眼 耶穌說其實他的核眼是為上帝的榮耀而發生在這個人的身上 因此在這個種種的關係上 我們就不可以用一個很籠統的解釋方法 就是一個人他自己的病 就是因為他犯了罪 人犯了罪,所以就會病 這個直接的關聯其實是未必一定成立的 況且你誰人犯罪,誰知道他犯罪 這個是有時候人的罪也不是公然去犯的 除非你殺人放火,偷騙拐騙 有人有損失,你導致到這樣,然後你有病 除非你真的有很明確的證據去知道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然的話,如果你說人有病就因為他犯了罪 這個邏輯其實是不能引證就不能成為一個常規、常例去演繹 上帝對於人的病其實有時候 然後那個美意反而可能是對那個人屬靈上的益處去著手 或者是要好像用剛才那個例子 那個生來核眼的例子就是 他是要顯出耶穌基督他的榮譽 在這個籠統的一個威納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適宜去說人的病就一定是和罪有關係 甚至要去說到是上帝的懲罰 因為反過來你也看見有些人作奸犯科 你也不見他有病的 就是我不想做一個太過籠統的規定 因為一說了很多人就以為這樣 但是你實質上你看看有些人犯罪 就是以前用另一個說法 有些人是作奸犯科、犯毒的 遺害了多少家庭、傷害了多少人 但是這些人發了達 你看他繼續在這個地上 從來你不見他有什麼病 病是直接是和他犯過的罪有關係 甚至可能沒有病的 可能他身體健康的 所以我想用一個可以概括的說法就是 不要將疾病和上帝的審判 是將他直接拉成關係 有的就是可能 但是不是一條定規 人犯了罪 所以上帝要懲罰 所以他接著就有病 這個我想 我希望回答到你的問題 回答到你的問題嗎?師母 都可以 我想問 會不會在舊藥和新藥 看到神透過人的疾病去懲罰 而在新藥可能沒有這些 可能是比較 即是疾病 反而是一個機會去見證榮耀神 你用到舊藥的例子 我可以用一個例子去說 即是在出埃及記的裏面 大家都知道有十災這件事 十災哪個十災? 血蛙失營疫 滄黃紅黑殺 疫症 其中一個 血蛙失營疫 疫 疫症 疫症是病 我想大家不能否定 就是pandemic covid-19 就是肺炎 是一種病 那你說他是不是直接由一個人 他因為他犯了些甚麼罪 使得他有這個疫病 不是的 反而我們去看 這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人所犯的罪的現象 這個是上帝要將以色列文 帶出埃及的過程當中 發佬他的心硬 而出現的一個災難 但是你就說 是咯 說了給我們聽 發佬一人犯罪 於是他就導致全民受害 這些說法有很多的 譬如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講以色列文 因為出埃及的過程 進入迦南期間 阿肝犯罪 一人犯罪 於是 導致以色列文當中死人 這件事情 我們要留意 回去看出埃及的實災疫症這個問題 發佬不讓以色列文離開埃及 是否是一個罪 不是一個罪 他作為一個管治者 由他的權力 給不讓人出境 就是某個國家 你給誰入境 給誰出境 這個是他自己的國家的決定 但是你說他不讓以色列文出境 因為他背奕神 上帝要放以色列文 去出埃及 他聲稱去離開以色列 去敬拜上帝 那這個說法 是否用上帝的標準 去衡量 於是他違背上帝命令 於是他就會 這班人受到刑罰呢 那我覺得 如果用今天那些人的思想 這種做法 就很不公平 因為一個國家元首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 他從一個國家的角度去看 那你要他去信服以色列文的神 那他又不是信這個神 他自己是神 埃及人 埃及的觀念就是 那個君主 法老就是神 所以如果在這裏 去將他直接做一個對比 說他因為他犯了罪 那我就首先看他的罪 就要從我們的角度 覺得他不聽上帝就是一個罪 或是他作為一個國家 他自己有這個決定 不過你又可以再反過來這樣說 法老其實去虐待以色列文 去到要他們去建造 不讓他們草 不讓他們去做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犯罪虐待 不公義 聖經不是想說這些 首先 聖經不是想去說 罪和病的關係 那段聖經想說的核心 是說法老王 在過程當中的心硬 而這個心硬 是導致上帝要完成他的子民 要離開埃及的原因 不可以說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程式 formula 就去界定他們因為違反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意願 於是上帝要拯救以色列文 離開這個受壓迫的埃及 但是你又要反過來 埃及被以色列文 是有這麼多年的休養生息 由約失的年代帶到他下去 用世人的說法 沒有大功勞都不算是大罪 都shelter了 即是保護了以色列文成的家族 在埃及的地方 所以用這個舊約的說法 我們又看不到 直接因為某人犯罪 所以導致他們就會有病 或者有病就是因為那個人犯罪 這個是一個集體的事件 而這件事件也不是因為個別以色列文犯罪 況且你再想回多一點 以色列文當他出埃及的時候 埃及他們懷念埃及有得很封衣足食 沒有封衣足食 這是另一個題目 不過他說我在那裡有魚、有菜、有瓜 但是我出來跟上帝沒有好處 以色列文都是犯罪的 如果這樣說 為什麼上帝不立刻懲罰他們有病呢? 即是我們不可以把疾病和罪 成為一個直接的平衡 那麼你去到新約的時候 也都是同樣的道理 即是我們去看回 在聖經的裏面 其實我現在遲些會跟大家說 有關於喪葬和死亡的問題 其中一個討論點就是究竟死亡是甚麼意義 那個我到時才說 不過你看回在新約的時候 病的人 無論剛才我們所講過的例子 那個是生來行行的 但還是我們去看回 譬如在聖經裡面血流的女子 是否因為他犯了罪 然後導致他有這樣的病 又不是 況且疾病不只是細菌感染這麼簡單 病有很多種原因 工業以外都可以是一種病症 那你說是否上帝用工業以外 來咒助以色列文 譬如最簡單的例子 去到新約的試圖行轉當中 當保羅地去到傳道的時候 有些人去聽廣道 聽到如痴如罪 然後跌了下樓 這種情況 那是否他不追求上帝 然後他都知道有這樣的現象 還是他因為追求了上帝 但是上帝使得他更加上一層樓 使得他跌下來 後來又得救 即是我們不可以去直接 用一個單一方法 就講上帝的懲罰與否 甚至祝福也是的 祝福也是的 我們看祝福 是否一個人做得好 一定有上帝的祝福 in terms of our understanding 通常人們會這樣說 如果我做好一點 上帝就會保佑我 保佑我全家 你有沒有這樣的信主 有的 教會有很多這樣的人 那這種是否信呢 是否對上帝那種的依靠 跟著要獲得好處呢 那這個是疾病和審判 以及祝福和得到好處的一個 就是兩個反面 正反兩面的一個詮釋 但是不代表了一個人 一定他的病一定是皺了 可能是一個上帝使得那個人 去得以承傳他的靈性上面的形式 不過另一件事我們要想的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最大的想法就是 當我有病的時候 我多信上帝就會好好的了 這個反而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去想一下 這個情況是否信上帝多些 就得到神庇佑呢 這句廣東話經常都出的 信得神多就神庇佑嘛 那我們作為基督徒 是不是我們有見到疾病的時候 那我就祈禱多些 那我們就會好些呢 有沒有試過你祈禱為一個人不斷祈禱之後 他還死得快些呢 你有沒有試過為那個患重病的人 去祈禱祈求上帝快些接他走呢 這些講法其實全部都反映著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有很多對上帝套了一個框框去看 疾病就一定是關乎於上帝就座 健康就一定是上帝祝福 那你說希西家王當他和上帝祈禱之後 他不用死,康復 再管治多15年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是否代表他更加相信上帝呢 我可以更大膽地說一句 希西家王當他得到延續了15年的生命的時候 他在那15年裏面做這麼多的事情 仍然是彰顯著他自己有多少光榮 結果以色列民的敗落都因為是他的行為 引致到別人知道原來以色列國是怎樣的 被老的時候怎樣去偷他的東西 就是努力那些東西 所以健康不一定是一個祝福 或者可能是成為一個人他靈命的一個咒座的開始 也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你說上帝就助他給他健康 那段聖經很明顯 希西家康復是上帝應許他的 但是他在那15年裏面試探上帝的東西 還多於他之前做的好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用這樣多一點 希望大家能夠去明白 沒有這個直接的定規 我想我們信主也有這個困難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背景上面的一些傳統對宗教的看法 但是結局這些的看法是不在聖經裏面的介紹 我希望我這樣解答到你的問題 好,今天我們會再講多一些有關於健康和疾病等等的問題 上個禮拜,上一堂我們已經講過有關於吃血等等的問題 有很多時候有其他各式各類的一些傳適 對於吃血等等的禁禮 其實是否關乎於因為衛生的問題 我不嘗試去否定有這樣的考量 但是在聖經裏面吃血這個問題其實很直接的 是談論到有關於人怎樣去 即屬神的子民怎樣去直接跟上帝的遵從 以及與別國的分別 因為當時在古近東的裏面有很多這樣的國家 是以吃血為一種的生活的糧食的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那個與上帝屬神的子民與其他國家的分別 這個是上帝所特別提出的一點 上一次我不記得有沒有直接跟大家講到有關於烤的問題 因為在以色列文當中有其中一個大部分的食糧 就是做他們的麵包 烤的問題其實以色列文是有一個定規 有關於怎樣去除敲 甚至有一個節期叫做除敲節 在這個亞北月的第15天的裏面 在這個節期的裏面 以色列文要進行一連串的除敲的活動 然後開始進入到這個預節的節期 這個題目其實對於我們基督徒特別是關注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有一種觀念 就是烤就一定是壞的了 在聖經的裏面 但是烤其實是一種製作麵包上的食糧的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新約聖經的裏面所談及的烤 其實是指導那個影響的問題 就不是烤本身有什麽問題 不是吃了烤就等於他犯了罪 而耶穌只是用烤來做了一個我們叫做比喻 去介紹到法尼賽人和民事他們的教導是有一種感染力 去使得屬臣的子民無形中很不自覺地跟從他們的錯誤的陳述 所以當我們如果去到對於烤的理解 這一點我們也需要多一些宏觀一些去看一段聖經 而不是純粹逢親聖經見烤就不好的了 其實聖經裏面有些經文去講到烤 其實不是沒有的 好了 這個是上一堂我們所講到的 在古近東的世界裏面 最常見的一些疾病有什麽的疾病呢 我列舉了一些 如果昨晚你拿到我那份筆記的你會看到的 包括有血流病 血流病這種是婦女的疾病 麻疹麻蜂病 師傅上一次有給過一個presentation 我們就是關於麻蜂病人 尤其是阿師傅說了一件事我覺得幾好的 就是在翻譯上面麻蜂這個字眼 是說到skin disease 皮膚的疾病 那如果這樣說 麻蜂就不是我們一向理解那種麻蜂 麻蜂我們理解那種麻蜂不單只是皮膚病 是指到一種病毒會去侵蝕人的皮膚 大家知不知道人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膚嗎 人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膚 當皮膚發炎或者有病的時候 就不一定是叫做麻蜂 如果用現代醫學來這樣說 但是如果用舊的聖經裡面的情況 麻蜂統稱是所有皮膚的疾病 這種疾病也都反映出 有一種傳統就覺得 當然是上帝要去懲罰這個人了 回到剛才阿師傅問過那條問題 不一定是的 還有失明 這個是很普遍的一種病來的 你問是不是一個衛生問題的緣故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緣故 但是失明在聖經裡面所介紹 或者古近東裡面有很多因由 是多於純粹感染 有瓦 龍瓦可以基本上說得是在聖經裡面一個 特別在新約聖經裡面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大家可以看回馬太福音 九章三十二節 十二章十二節 有些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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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甚至有强腿的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祈求 如果大家还记得一个典型的故事 不是故事,是一件事 就是那个在不示太慈的等候医治的人 他也有这个强腿的问题 他申诉的就是他走不了 他动不了,没有人帮他 当相传不示太慈 可以医治这些各种疾病的时候 他说我都赶不及下去 这个问题 手的枯干,伤残的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跌倒,受伤 这些都是一些很普遍的例子 发烧 如果大家还记得 彼得的爱母 记得了吗? 在新约的圣经 彼得的爱母发热 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也有介绍到 发热、发烧这种病症 刚才说过那个堕楼的意外 在士团人转第二十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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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第一回想是我們現代人和古代人對病的理解是不同的 例如剛才講到肩繭那些 當作改上新的 是 但現在我們進入了現代之後 我們儘量避免一些很神秘的解法 往往將 變成有很多東西不需要用一些靈界 或者是一些衡量不了 或者是醫學解釋不了的東西 其實我們盡量不去想那些東西 想反而有些是理性 醫學上 科學上做到的解決了 就變成那些東西 但古代的人不會的 病是當你鬼頭身的 就算耶穌都被家人當是瘋的 當是被鬼附的 某種程度上來說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當他是對家庭不好 我想大家對我們和古代人在這方面的概念 我們就比較分多些 就是把兩樣東西 被鬼附和病分 但是古代的人是當買一塊東西 來理解 我為何要問這條問題呢 如果聖經裡面有一些病症 是跟鬼附直接有關係的 譬如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第十七章 在十七章十十四節那裡說 耶穌和門徒眾人在那裡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就跪下 主有連問我的兒子 他害癫癫病狠苦 屢似跌在火裡 屢似跌在水裡 這段聖經遲些會說 然後在這段聖經裡面 他們說了一件事 就是最後第十八節 這個過程很有趣 我不詳細說 但是在十八節那裡 耶穌就斥責那鬼 鬼就出來那孩子就傳遇了 他會說的 我告訴你 在這個聖經的描述裡面 癫癫症 就是中文聖經 我和合本 害癫癫症 那這種是甚麼病啊 這種 用現代醫學 癫癫是甚麼 是神經系統有受感染 出現的問題 就是好像很多人現在經常都說 為什麼有些人病了之後 用我自己做例子 比如我自己患完COVID之後 有一個問題 我經常頭暈得很厲害 頭暈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現在驗來驗去 好消息就是驗來肝好些 心臟明天去驗心 又說要看最初照超聲波 又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那就好事 找也找不到原因是什麼問題 有時候可能這些是屬於神經性的問題 就是人是很奧妙的一個結構來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上帝創造人 是一個很奧妙的結構來的 那些東西你找不到原因 那在這個這段經文的裏面 又明明說到一個人有癲癲 如果現代醫學所說的是一種神經系統的一個問題 但是這裡又說到是有鬼走出來的 那究竟是真的有鬼 那究竟是真的有鬼 還是沒有鬼 還是用阿周剛才所說的 那種是將一些神秘 講到好像很神秘的東西 關於鬼神的事情 然後將它變回 在理學 即是醫學上 將它有系統性去詮釋 這個在聖經的裏面 有很多這些描述的 我們對這些經文了解的時候 於是我們就會說 不相信的就說沒有鬼 所以醫學就說神經性病 那究竟這個癲癇病是甚麼病 還是一個形容狀態呢 這些在解釋聖經上你要處理的 讀聖經的時候 你也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究竟是真的病 還是因為有鬼附而導致的表現呢 還是解釋不到病 於是乎就說有鬼呢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 那耶穌基督驅軌 那其實未必會驅軌的 可能耶穌有些 巧妙醫到這種神經病 即是神經系統的病 我想提出這個問題 讓大家去想一下 即當我們去讀聖經的時候 怎樣處理這些經文 是病還是病 即是這課課程 都是目的想告訴大家 究竟是病還是不是病呢 那是病的有甚麼意義呢 如果不是病的是甚麼意義呢 病的本身的存在意義又是甚麼呢 健康是甚麼呢 所以這課課程叫做健康與疾病 是吧 健康與疾病 不是單純只是說疾病那麼簡單 你怎樣詮釋健康呢 健康就是上帝祝福了 順暢了 那剛才我也舉了一些例子給你聽 他健康 希西家王都不是 他都健康了 是吧 好了 是不是他就靈性很厲害呢 我們正正看的靈性最差的就是那些時間 所以這些的題目 我們不能夠用單一觀念套下去 然後解釋 我們信主的路程是很多層次 講得好聽點就是很豐富 講得複雜點的難困難點理解的就是 根本是多重的懸由 究竟是怎樣詮釋呢 拿著一段聖經 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的 有些人就是 那段聖經是不是這樣 病 所以 我有沒有跟大家說 天主教裡面其中一個聖禮 就是醫病 抹油 醫病 為病人高油 這個就是天主教裡面其中一個 這個聖禮 那這個聖禮 那這個聖禮 基督教有沒有運作呢 基督教有沒有運作呢 有的 有的 掌勞中就是用的 掌勞會 掌勞會 我在神學院教我 木會學那個教授掌勞會的 他叫他 即是鼓鼓滑滑的 其實我讀神學院最差的那個科 就是他教的 他走來教我們怎樣抹油 那我心想 那好吧 那那瓶油幾錢呢 百多元加幣 百多元加幣 買瓶油回來 替你抹油 即是我聽起來 我都嚇我一跳 原來基督教裡面 還在搞這些事情 原來 然後有同學又給他抹油 大家有沒有頭痛 然後他出去給他抹油 抹油之後 那些同學好像說 聰明了 那接著就說 那這瓶油是用什麼來提煉的 那我跟著想想 那跟那瓶驅峰油抹油 沒有什麼分別了 是吧 撫錶驅峰油都怎樣了 是吧 即 為何 有人會憑 信教 特別基督教 都有很多這些 騙人的東西 有很多人喜歡被騙他 因為很多人 不舒服 病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剛才我列出來的那些 你有沒有發覺燒 我也發覺燒 那我有沒有試過跌倒 創傷 看鐵打也不知道看幾次 撞車也撞過 看物理治療 那些可不可以祈禱好一番呢 所以 即是回來去看健康與疾病 其實對於我們看這段聖經 那個詮釋 為何這個課程 不是說這堆東西給大家 當然我希望你的presentation 是講關於這些疾病等等的問題 但是問題回來的就是 我們面對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們怎麼處理 了解是怎樣 還是跟回大圍 大圍是這麼說的 天主教也這麼說 長老中也這麼說 你說是他們而已 我們不是這樣 你看看基督教會 有多少人是回浸信會 回宣道會 回聖功會 你病啊 我為你討告 那討告就會好回來的 好回來之後 你就會信耶穌了 那有些人正在病 那些人就是用這個心態 我病 你為我祈禱完之後 我好回來 我就信耶穌了 那你是不是信呢 聖經也有這樣的 很多人醫好了 就信耶穌 跟隨主 耶穌是不是用這種方式 來傳道呢 約翰福音第六章 寫得很清楚 耶穌根本就不用神職 來希望人信主 但是很多人信主 就是用這種思維去信 基督教是這樣 包括浸信會 成功會 宣道會 你想得出些什麼會 靈欣派那些不要說了 Villow Creek那些不要說了 Purpose Driven不要說了 在美國還有這麼多的 這些叫做Emerging Church 在無聲中的教會 他們是怎樣相信呢 或者可不可以 其實可不可以 reface 這樣說 其實是否那些人 只不過是 抽取了聖經 某一些的行為 成為了他們的傳統去做 但是其實不讓所對整個聖經 那段行為 在整段聖經的前文後 你那個 那個 那個重要性 可不可以 你說得沒錯 因為聖經裡面 每一段聖經 其實都不是獨立存在 是有一個原因 是藏在這段 整卷書裡面 甚至成本聖經裡面 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抽這些經文出來說呢 因為他這樣抽出來說的時候 就能夠容易變成一種事工 來到去讓你容易融入這個信仰群體 我昨晚特意聽了一個講座 講了三個很出名的 當今很出名的牧者 他的討論 講有關於磁衛事工 其中一個牧者 他講磁衛事工是一種 最能夠幫助人解決 現在他的有一個問題 但是也都藉此而去引導人 吸引人進入教會 進入永恆的角度裡面 接著他還用一個反建議出來 如果只是讓個人認罪悔 他在永恆得到盼望之後 但是現在他得不到醫治 那一樣是沒有用 他用這種反轉的思維來講 我不怕直接講這個John Piper John Piper 我覺得在浸訊會當中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一個 導致到教會走離開真理的一個人 這個牧者 不過不是我批評這個人 不過我想說的就是 這種神學是很賣得的 在教會裡面 在教會的圈子裡面 所以我想 從聖經裡面 我們去看這些經文的時候 要回去解釋聖經的全式技巧 多過只是片段抽這些經文 斬件來講 這樣會好些 譬如 好薩瑪利亞人這個故事 昨晚我們也聽過那個講座 同樣John Piper也引用這個 所以你看看 要即時給他幫助 他便可以得到醫治 接著這個人便可以看到 這個人是怎樣 是可以得到拯救 但請留意誰拯救他 這個好薩瑪利亞人 不是信耶和華的神來的 不是耶和華的人來的 薩瑪利亞人告訴他 他不是信耶和華 他在信一個L 不是信一個 另一個神 不過in terms of 都叫耶和華 用他們的方式去信 所以 無論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甚麼教也好 如果你脫離了聖經的啟示 騰空這樣來講 這是很危險的 那種信仰方式 OK 剩下不是很多 即是講治療的方法 其實那個是講到有關於 治療和救恩等等的問題 這個我留下一次才講 免得講脆壁 之後就會講到一些家庭倫領的問題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些甚麼 即是相關的問題 是想問的 後來才想起的 可以在我們的 WhatsApp Group上面去提出 那我可以在WhatsApp Group那裡 一拼去回答 如果太過複雜的 那我就上課的時候再詳細去講解 好 那我就有個簡單的祈禱 天父我多謝你給我們 在聖經裡面的學習 我們知道我們有時候 對於信主的事情 我們將它看得太過平面 單一 導致我們很多時候 只是想期望有一個簡單的詮釋 然後就去滿足了我們 宗教的慾望 為此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求主你真是幫助我們 重新拿起聖經的意義 作為我們信主的基礎 求你的帶領 從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所陳述的 都能夠真是 成為我們在靈性上 有所匹益的一個功課 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 成名自靠 阿們